好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不定项学的题 先看第一个 假公司是一般大水人 销售商品实用的增值税率为13% 转让金融商品实用的增值税率是6% 有这个题目里面可能既涉及销售商品 还涉及转让金融商品 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了 2021年该公司发生的投资业务如下 第一 1月4日 从上海政策交易所购入乙公司 发生的面值为625万元的公司债券 共支付价款655万元 其中包含利息25 那你看啊 我花了655 里面包含了25的利息 说明这个债券的公允价值是多少 那就应该是630啊 没问题吧 630 但这个债券面值多少 面值是625 那你说在初始确认时 这个面值625有没有用 没有用 它只是后续云而计算利息的 我们如果把它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么应该按照是它的公允价值来计量就可以了 公允价值630 所以记住到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成本呢 就是630而不是625 这么注意啊 也说如果是股票的话 它没有 基本情况下不会告诉我们面值多少 它都会直接告诉我们 这个股票当时的市价是多少 而对于债券 它一定会告诉你面值多少 因为后续你算利息 得用这个数字啊 所以你注意了啊 就如果是债券 你记不到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的 依然还是那个公允价值 和它面值没关系 我们购买的股票也是股票的市价 就是公允价值嘛 和股票面值也没有关系 这和债券投资不一样了 我们如果购买了债券 我是把它当做债券投资合算的 这个时候 初始确认时 面值就有用了 我们是借债券投资成本 这个金额就是面值 然后面值与实际支付金额的差额 我们是要记录到债券投资 利息调整的 但其实合起来 那还是它的公允 对吧 好了继续看 另置支付交易费用7.5 增值是税额0.45 以取得科技扣的准备发票 假公司将购买的乙公司债券 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在前面啊 不管是基础办也好 还是基地办也好 我都强调过一点 我们在下面做不定性的选择题 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针对每一个资料 能写分录的 你都给我把分录写出来 你只要是把这分录写出来了 说明这个资料 你都已经理解了 掌握了 而且分录写出来了 后面做题目的时候 会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就按照这个原理 这个原则 把分录写一下 这个分录比较简单 直接是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630 注意啊 是630 交易性金融资产 成本 民席科目 它核算的是公允价值 而不是债券和股票的面值 而债权投资 那个成本民席科目 它核算的是债券的面值 零件包含了利息 民数利息 交易费用 投资收益 然后还有一个增生税 寄负责的迹象税额 贷其他货币资金 因为这边说了 从证券交易所买的 所谓贷方式 其他货币资金 那这个分录就写完了 你看写完分录 这个数字 到底怎么去确认 怎么计量 那就都理解了 好了 第二资料 1月31日 假公司持有的 已公司债券的 公运价值645 这个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么它后续有 公运价值被弄 对于公运价值被弄 我们是要记录到 公运价值被弄损益的 所以啊 原来买的时候 公运是630 现在涨到645了 那涨了15 那就是直接借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运价值被弄 15 这个金额是645 减去630 代公运价值被弄 损益15 在这呢 我读说两句 就如果呢 到2月28日 就下个月月末了 它的公运价值变成了 660了 又涨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依然要做这个分路 那么金额 请问是660 减630 还是660 还是660 减645 是哪个数字 应该是660 减645 为什么 我们公运价值变动额 一定是把当日的公运价值 和账面价值差额 进入到公运价值变动存益 对吧 那么你在1月31日 你增加了一个15 所以啊 1月31日 它的账面价值 已经变成了630 加这个15 645了 那么到2月28日 它的公运价值 是660的时候 账面价值是645 所以我们是要把 当日的公运 人变动存益 这肯定就错了 因为你前面 从630到645之间 你已经确认了一遍了 是不是 所以现在又变动了 只要确认 645到660这块就可以了 你如果再确认一个 660减630 那630到645这一部分 不是确认两遍了吗 那肯定有问题啊 那么这块要注意啊 要掌握原则 是要把公运和账面的差额 寄到公运价值变动存益 第三 2月1日 以本公司库存商品为对价 取得非关联方 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20% 准备长期持有 对秉公司具有重大影响 好了 来大问题了 一提到重大影响 那你就想到什么 想到的是长期股权投资啊 有同学一听这个长头 真的头都长了 头都大了 不要大啊 不要长 你说起来好像是比较难 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初级 对不对 所以接触的内容比较简单 突然来着一个这么难的 可能感觉有点不适应 但是呢 慢慢学 坚持学 总会解决掉的 所以不要怕啊 有状态影响 说明后续 我们是用权益法计量的 是不是 如果是控制了 你是我子公司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后续用成本法计量 但我如果是共同控制 或者是状态影响的 那就是后续用权益法计量 现在呢 我不是用钱买的 而是以库存商品为对价 拒得的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 它没有达到控制 所以很明显的 这是非企业合并方式 拒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那请问 这个长头出市成本怎么算 应该是我们付出对价的公允 加直接相关费用 其实类似于我们那个 非同益控制下企业合并 是不是 都是找付出对价的公允 我现在是用库存商品 做对价 所以就找库存商品的 公允价值就可以了 那么继续看 张宾余额100万元 未提提亚准备 所以 这笔存货 张宾价值就是100 市场价200 公允找到了 就它市场价200 另支付交易费用 10万 那么这般注意啊 在题目一开始 它告诉我们一数据 就是销售商品 使用的增值税率 是13% 我拿库存商品 作为对价 对外投资的 这个在块钱上 我们叫市同销售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要确认销售商品的收入 同时要结本成本 那分路怎么做 你先不用想这个 你就想一想 如果我是把这批库存商品 给卖掉了 我怎么做分路啊 假设钱收到了 借银行通款 带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增生税项税额 借款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的是 公党商品 对吧 这就是我们销售的分路 你现在不是卖了呀 你现在是把它 换长期股权投资去了 它叫市中销售啊 所以 你现在收的不是钱 收的是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你又把刚才 确认收入分路里面 借方的银行通款 换成长期股权投资 就可以了 那分路就出来了 借长期股权投资 226 我卖价是200 还有增值税呢 增值税是200% 23%吗 26 然后贷主营业务收入200 营交税费行税额26 借款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100 贷投资上面100 这边别忘了 还支付了相关税费了 这个10万 我们是要记录到 长投的成本的 再写一个 长投10万 贷价投资10万 所以整个呢 我们长期股权投资的 出入成本 应该是 226加10 236 你现在但是不考虑这个 你先看这两个分路 你如果把借方这个 长投投成本 换成营养通款 这不就是销售并收到 款项的分路吗 你如果是 以贷价商品为对价 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那就是把这个营养通款 换成了长期股权投资了 对不对 所以你销售贷价商品分路会做了 那么你以贷价商品 来换长期股权投资 分路也会了 包括非同营控制家企业合并 分路也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都是任公允啊 都是石头教授啊 所以不要觉得长投数据 几两很难 其实原理上比较简单 第四 2月28日 假公司将持有的 全部以公司债券转让 取得价款是 676.2 这是卖债券 是哪一个 是不是一开始我买的时候 和他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合算了 对不对 这是2月28日的卖掉的 当日的公允是676.2 就是我当时卖的时候呢 卖的是676.2 那么在处置时 一方面要把账面公允差额 要记录到投资收益 现在的公允就是676.2 就是我现在的卖价 然后账面多少 账面就是1月31日 你的公允价值 因为那个时候 公允价被弄了 我调整了一个15 所以调完之后 账面价值就是公允价值 那么这样的话 把676.2 和账面价值645的差额 进入到投资收益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呢 在题目最开始 还说了什么 还说了一个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率 是6%的 是不是 那么增值税怎么算 这个咱们再说 这有点复杂 我们先看转让时怎么处理 借其他货币资金 收到了676.2 带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630 公允价值变动15 这两个合起来 就是它的账面 这个是公允 两个差额 记录到投资收益就可以了 这个不难吧 然后再算 它应交增值税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我们怎么算 你看什么 卖出价钱买入价 然后再出一家增值税率 再乘以 6% 就是应交增值税 那买入价是多少 我们再回来看一看啊 不过当时买的时候 一共是花了多少钱 花655 还有这个交易费用 还有增值税 对吧 那么这里面包含了利息25 我们再看增值税是 买入价里面 我要不要把利息25给扣出去 不需要 所以应交的增值税 应该是676.2 减去买入价655 注意千万不要把这个利息25 从里面把它扣掉 这个金额是一个含税的 然后除以1加6% 转换成不含税价 然后再乘6% 就是应交的增值税 答案是1.2对吧 应该是1.2 翻译是借头的收益1.2 带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 减税1.2 那么整个它合起来 在处置时 应确认的投资收益 应该是31.2 减1.2 30 因为它是在借房吧 它是在贷房 余额在贷房30 好 最后一资料 2021年2月1日 至12月31日 秉公司实现经营利润 5万万元 我们前面都说过了 我购买的这个 秉公司的 长期股价投资 我购买的股权 对它具有的影响 所以后续对长投 我用的是权益法计量 在权益法下 原则就是 被投资房 只要是所有的权益变动了 我就跟着调 我的长投的占盟价值 对吧 就是 你变了 我跟着变 你不动 我也不动 那就相当于 你男朋友哭了 你也跟着哭 你男朋友笑了 你也跟着笑 是不是 两个人是命运的共同体 所以当秉公司 实现经理论了 说明秉公司 所有的权益增加了 那我们就得 调整 我们的长投的真价值 借 长投 损益调整 实现经理论 对应的民系科目 是损益调整 然后带的是投资收益 这个金额怎么来的 一定不能直接是500 我们要按照我们的 持股比例来确认 我们是持有20% 前面提名看过了 购买了是20%的股权 那500乘20% 100 所以应确认的 随意调整是100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整个五个资料 我们相关的分路 都做完了 然后再去看题目 第一题 根据资料一 贾公司购入 该金融资产的 初始入账金额多少 前面送过了吧 我就不再回去看了 你忘了 回去翻翻分路 我就知道了 应该是 630 答案选递 因为我实际上 是花了655 又里面包含了 25的利息 所以寄付到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的 应该是630 我还支付的 这些交易费用 是要寄付到 投资收益的 答案选递 根据资料三 贾公司取得 长期股权投资的 出入投资成本是多少 这是我购买的 长期股权投资 是以库存商品 为对价的 应该是 所付出对价的 公允价值 当然是含赃成税的 再加 直接相关费用 其中大公分商品的 公允是200 含蓄公允226 又支付了10万的交易费用 那就是236 答案选递 第三题 根据资料 124 124就是 买债券 记录到交易性金融资产 然后就是 后续1月31日 公允价值增加了15 第四就是 把债券卖掉了 是不是 我确认了投资收益 然后又确认了一个 增值税 那么关于 出售以公司债券的 快据处理 表述正确的是 代计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655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是指 我当时购买时 那个公允价 是不是就630啊 它不是655 655是什么东西啊 是我当时在买的时候 我花了655 但里面包含了25的利息啊 所以我记不到了 成本明西科目的 只有630 所以A错了 B 借记其他货币资金 存出投资款 676.2 这个对了吧 我实际收到了 是676.2 所以记不到了 其他货币资金 另外呢 是借方 C 代计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 延增税 1.2 这个对了 D 代计投资收益 21.2 这个不对吧 我们好像算过了 应该是代计 投资收益 有一个31.2 然后有一个借记 投资收益 有一个1.2 合计起来 应用是30 所以这题目呢 答案是选择 B和C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 转让金融商品 增值税 怎么算出来的 676.2 这是卖出价 减去65 买入价 买入价里面 包含了利息 除以1加6% 把含税价 转成不含税价 然后再乘 6% 就是应交的 增值税 好了 翻译呢 我前面说过了啊 这边我就不再写了 第四 根据资料3和5 被投资方 实现金利润了 然后我调增了我长头的 账面价值 调增了100 这个题目呢是 2021年12月31日 甲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是多少 那么就包括了 我初始计量 还有就是啊 当被投资方 实现金利润时 我调增了一部分 那么初始中央金额是 236 中间没有发生别的业务 然后呢 第五个字来就是啊 长头 被投资方 实现金利润500 我调增了100的 长头资面价值 对吧 所以合计起来 在年末 资面价值应该是 336 答案全必 好 第五个题目 根据资料1到5 甲公司2021年 投资业务 对当年利润表 营业利润项目 本期金额的影响 是多少万元 这个题目呢 难度比较大 你要去前面资料里面 一个一个去找数据 对营业利润影响金额 其实就是 把损益类账户的余额 全给找出来 然后借在相机之后 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去前面 分路里面去找 找一找 那么第一个资料里面 这边有一个投资收益 是损益类吧 当然这边注意啊 是它是机械方的 所以这7.5指的是负7.5 在借方导致营业利润减少 在贷方导致营业利润增加 所以这是负7.5 那么第二个 有一个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有个15 在贷方的是正的 第三 有一个中营业务收入200 中营业务成本100 第四 有一个投资收益31.2 还借发还有一个1.2 合起来投资收益 在贷方有一个30 第五个 有一个贷方投资收益100 完了吧 所以这里面呢 主要包括了投资收益 还包括了主营业务收入 和主营业务成本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把它的余额 找出来 就是对营业利润的影响金额 那么这个题目呢 答案应该是选择C 我们看一下包括哪些 负7.5 就是资料1里面的一个交易费用 我们记不住借房投资收益了 200是资料3里面 以库存商品为对价 取得长期股价投资的 我们是中销售 所以确认一个主营有收入 然后借房成本100 还有资料2里面 一个公允下值奔赌损益 有个15 然后资料4里面 我们是把债券处置了 有一个贷方的投资收益 31.2 然后积帆增值税了 有一个借房的投资收益 1.2 还有资料5里面 秉公司实现金融认了 我们确认我们投资收益 增加了100 把这所有的 涉及到损益的 在贷房者加起来 减去在借房的 余额 就是对营业利润的影响金额 答案选择C 237.5 好了 这个题目是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和长期股价投资 那合并在一块 出了这样一题目 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了 就没有什么难度 那么对于长期股权投资 那你一定要注意 把初始计量 以及后续计量 尤其是权益法的后续计量 它的占物处理 以及金额计算 一定要掌握